加拿大司法部在当地时间3月1号颁布了授权进行书 正式启动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程序 中国外交部对于加拿大执意推进引渡司法程序 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并已经提出了严正交涉 发言人陆康在声明中提到 美加两国滥用双边引渡条约 对中国公民任意采取强制的措施 是对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 陆康强调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和引渡请求 并敦促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 让她平安回到中国 加拿大司法部授权进行书是引渡过程的第一步 接下来法庭将裁定是否引渡孟晚舟 而引渡决定最终需要司法部长批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